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和盐分 那我首先我会在这边先把龙虾球爆炒一下子 我先把那个锅烧热 这个是麻油 我们是最后用的 我先放一点点油里面 那平常我在家做饭总是比较很多事情比较忙 那我平常我就在想 我怎么样子省时间在厨房里 所以一般呢 如果说有可能的话呢 我的最多只用一个锅子 其实这个是我 这个在英文叫Chef's pan 我特别喜欢用这样的pan 因为用这个锅呢 你不但可以用它炒菜 同时也可以用它做汤 那到时候我做完的话呢 我只用洗一个锅子 所以我不用经常来换 每次我先生下了厨房啊 我看了我头都痛了 很多很多的锅子要洗 所以在我们家呢 多半都是我做饭 我先生老是说 他说并不是我不愿意做 而是你不让我进厨房 因为每次他做完饭呢 我花的时间 在厨房的时间比我做饭的时间要长得多 那好 龙虾球呢 我们只需要把它稍稍地爆炒一下子 那在冬天的时候呢 我会选用牛肉球和猪肉球 因为在冬天的时候我们要补充热量 夏天的时候呢 一般我都是用海鲜 同时呢 大家如果有机会呢 也可以到那个健康食物店去试一试 你们可以买到呢 就是Vegetarian Meatball 它是用豆腐和青菜做成的 那那个我在家里呢 平常倒是吃的比较多一些 因为呢 我们家煮 我在家里我们多半都是吃素的 我们是以素食为主 好 那如果是传统的做法呢 像那个椰子汤呢 都会全部都是用椰汁 但是椰汁的热量比较大 而且呢 比较 这个比较 起来比较快一些 另外我马上呢 会把它和水混合在一起 椰汁的那个热量比较大 而且挡固醇比较高 其实呢 我们要做汤呢 主要只是要想到就是说 要椰汁的味道 并不是说一定要很多的 用很多的椰汁在里面 所以呢 我加上了水 把它混合在一块 那下面这道汤其实差不多 大功已经一半都告成了 大家看起来很简单 椰汁你可以买一罐一罐的椰汁 水 我一般我会是用过滤的水 或者说spring water 清水 那做出的汤的味道呢 就更鲜美 那玉米呢 我一般会选用甜玉米 也可以用新鲜的 一般的冰冻的也已经很不错了 很好了 那这道汤最主要的 就是说一道材料呢 我就是用了美极的汤料 这个美极的汤料是它的淡花汤 可是我呢 把它改进了一下 我的新创意说 淡花汤我在家试试 我说呀 每次只吃淡花汤 我还可以把它创新一下 我用了美极的淡花汤呢 我就把它放进去 我这现在用的是做的 我们的香茅椰菜汤 所以并不说一定只限制它做 那个淡花汤 如果大家要做淡花也行 但是我把它放到这个汤里面 这个大概两到三分钟 我们煮一下 那汤一开以后呢 我就可以把青菜放进去 那我夏天的时候呢 我吃的 我喜欢吃 就是绿色的叶子的菜 那菠菜有比较水分 铁分 而且呢 含铁 但是如果说大家喜欢别的青菜呢 也可以 就是说家里有别的青菜啊 青菜叶啊 也应该多吃 另外那个青菜叶含很高的 那个anti-axil 就是说有防癌啊 防止那个衰老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吃 多多的带有绿色的 绿色叶子的菜 大家 好 我们现在就等这个汤烧开 另外一个我要给大家讲一讲呢 就是这个香茅 香茅呢 平常你在超级市场呢 他看到它有的 一般都是跟青菜放在一块 和那个有的时候跟姜放一块 也有的超级市场 他们把它泡在水里面 就跟我们以前看到的那个乳笋一样 那香茅其实呢 它的底下这一部分呢 比较老 我们就不会 我一般不会用它 一般我们要用的呢 只是它前面一部分 比较就是那个嫩的那一部分 那香茅只是为了调味 但是平常呢 我们也不会吃 就是说做完以后并不吃它 所以我一般切香茅 我会把它切成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子 对角那样子切它 好 我会呢 把只要放一 香茅非常的香 我把它放在这个汤里面 我们就把它算是调料 在泰国或者在新加坡东南亚呢 他们我们呢就会他们用很多的就是香茅 如果说大家没有香茅呢 也可以试着用柠檬汁来代替 好那现在我的汤差不多就要开了 开了这边 我要把菠菜放进去 菠菜叶呢 其实都不要煮得太久 因为久了以后就黄了 所以大家呢就把它焯烧的 在这里 我们把它加热在里面 一碗就行了 这边 你看这个汤 我们讲到每次我们做菜 要讲到色香味美 那这边有黄色 绿色 白色 最后我会加一点点香油在里面 然后我最喜欢的 累积的 鲜酱油 我们不要太多 就那么几滴在里面 那那味道就特别的鲜美了 好那最后 我再加一点点香菜里面 这个是大家随意 我知道有的朋友特别不 我特别的喜欢香菜 有的朋友不是很喜欢这个味道 那也没问题 大家也可以加上薄或叶 在夏天的时候 其实我在家里面 我花园里面就很多的薄荷叶 那个薄荷叶 长起来有的时候像草一样的 长得多了 简直 你都要把它当草一样 把它醋掉 好 那我们的汤现在就做好了 这非常的简单 这道汤 那我这道汤呢 夏天的时候呢 可以温热的吃 也可以呢 就热的吃 这样 好 这样子 现在就 这道汤就好了 刚刚撒了一点 这边 好 那这个配上面条啊 或者说饼啊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星期中间的晚餐 我希望大家在家有时间呢 也试着做一做 谢谢收看 美食新主义 下周再见 MING PAO CANADA